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成刚刚一半 有新人统计范冰冰已经变换了八套了 而去年作为评委出席的她 记录是十九套 用她的话说 越努力 越幸运 那十二天里 她还真够努力的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不上几个头条 还真对不起自己 风水轮流转 热点已换家 范可能想不到 今年的女心一个比一个生猛 有假摔的 又干脆赖在红毯上就是不走的 她开辟的她心之路 后来者们早已模仿的炉火纯青 虽说今年仍有热搜 但早已不似前几年那般风光 不仅如此 范冰冰在采访中 留下了年度最值得玩味的几句话 第一句与弟弟范成成有关 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她是怎么出道的 这句话确实 说不通 抛开范成成出道之前的韩国练习生之行 范成成旗帜脱胎换骨 之外 范冰冰在范成成出道过程中 出的力甚至比宣传李晨新电影还要大 在范成成参加偶像练习生期间 范冰冰不仅多次参与和范成成有关的话题互动 亲自把弟弟送上了热搜 而且在节目播出的三个多月里 她甚至微博头像换成了范成成 而准姐夫李晨也是不遗余力 背靠姐姐这棵大树 又有姐夫的一双大粗腿 范成成不火也很难把 理所当然的 范成成成了偶像练习生中 第一个拿到代言 第一个以独立艺人的身份登上跑男 当然 还有整个地铁车厢 都是范成成宣传的操作 背后如果没有范的身影 网友表示是不信的 如今 范说不知道弟弟怎么红的 简直和焦恩俊不停地助力女儿上热搜 却不承认在帮女儿成名一样 而第二句则是与李冰丁的关系 同样的东方灭孔 同样的冰丁 这个双冰组合 被外国媒体弄混的新闻 随便一列就是一箩筐 在这次嘎那之行中 范冰丁也遇到了一起 被外国粉丝索要李冰丁签名 而事后 他向媒体开拓说 李冰丁是多年的好朋友 名字相似被认错也挺正常 名字叫错很正常 但是多年的好友就有点夸张了 熟悉两人的都知道 范冰丁和李冰丁的矛盾 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好吗 好朋友的称呼 那绝对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99年 在共同主演电视剧《青春出动》时 两人手拉手宣传 互称闺蜜 青涩的模样 简直就是绝无仅有的好闺蜜 娱乐圈中 无论再有实力的明星 都需要资源的支持 而属于同一家公司 又都是正当红的双兵 当然也不例外 而当资源有限时 争抢是在所难免的 从少年包青天到天下无贼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 当然最后范冰丁离开公司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于在某经纪公司时 她和李氏姐妹不合的传闻 也是飞飞扬扬 范冰丁离开了 难道两人一笑你恩仇了 细节会证明一切 甚至在参加某慈善晚宴时 原本范冰丁 李冰丁被主办方安排站在一起 仅仅过了一会儿 范冰丁就把姚晨拉到了两人中间 李冰丁也多次试图 与张韶涵换位子 参加活动 二人到合影照片 一看肤色 就知道图片出自谁的团队 如今 彼此没有太大交集的双兵 自然以表面和气为主了 虽然说和气 但称对方为十几年的好朋友 就有点虚伪了 毕竟好朋友不可能十几年来 再也没有合作过 而且同台就闹不合